来自柔佛的21岁前锋沙法威冲进十足 在开赛第4分钟和第45分钟 先后踢进两球取下开门红 让太极虎措手不及 太极虎随后加强进攻 两队互不相让 一直到第87分钟 韩国队前锋黄毅柱才射进一球 扳回一城 可惜为时已晚 右虎二连胜以6分积分领跑一组 提前拿到16强门票 至于韩国则一胜一负 三分排名第二 值得一提的是 这也是我国在1980年奥运入选赛之后 第一次在国际大赛中拿下太极虎 教练王金瑞自然引以为傲 认为最后十分钟的防守战略 就是关键所在 这 could result where the boys show discipline commitment even though we don't play good football but most important the players show character that believe we can achieve a good result defending 优虎队的最后一场小组赛就是后天对阵巴林 这支队伍只需再拿下一分就可以锁定盟主之位了 人在中国展开为期五天官方的首相敦马 得知消息之后 今天早上直接在官方推特上 天文恭贺诱虎队拿下历史性胜利 希望球员再接再厉为国争光 NTV7综合报道